你好 欢迎收看12月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家慧 花莲县政府2号在大礼堂举行12月份升旗典礼 由县长徐真伟亲自主持 典礼中除了表扬县府业务达人以及梦想团队 更邀请卫生局长朱家祥以及社会处的志工团队进行标杆分享 徐县长勤勉各局处同仁在各领域各司其职 在工作上发挥近期在我的精神 落实各项立民的福利政策 为民打造福利 欢迎现在的12月份升旗典礼在大礼堂举行 新闻学生表示 今年在各局处同仁们其所合作之下 发挥了良好的横向连结 迎来圆满收获的一年 上周九合一选举入幕 得票率全台第一 更代表县府各局处同仁们获得新闻的肯定 将表示幸福自力追求经济可持续性的发展 并能力达成2050近零碳排的目标 东大门夜市作为文明全国的国际观光夜市 持续幸福永续以及环境保护的方向前进 真伟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在公职人埋里面 每一个人都可以尝试的跳脱我们的舒适圈 你熟悉的领域 跳到另外一个不同的科室或局处去做磨练 会让你的公职人埋更加更加的丰盛 而且让你的人生历练更加的圆满 当然有很多的沟通上不是非常的顺遂 但是我想大家都在学习 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 把我们推动的政策 福国立民的政策 有益于我们相信的政策 能够一步一步的到位 所以在这里我想 人生能够聚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件事情 或者是共同在同一个团队 那就是我们母夫妻 也是我们很大很大的人生的交位点 所以在这里再一次感谢大家 所有县长许正位并且表扬业务达人 建设处约用人员蒋志林 选座华林县市耗制工程 分别在103、108、114年 接获得交通部办法交通界奥斯卡金安奖 华林县卫生局客人刘行军承办饶健保业务 获得110年度健保署第一类 为同获得奖项唯一的政府机关 记得转发愿者 召集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